你平時有沒有壓力? 有 有什麼壓力? 讀書 沒有錢 你有什麼方法去解決你的壓力? 賺錢 好好地讀書 好好地讀書 你害怕讀書壓力太大? 害怕 你會如何輕鬆一下自己? 買東西 例如我和朋友來香港買東西 就是放鬆一下自己 其實香港人有壓力之外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壓力真的無處不在 全是四個中每一個地方 平時有沒有壓力? 也有 有 有 我有壓力, 你有壓力 有什麼壓力?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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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讀書讀得這麼辛苦 生活壓力, 經濟壓力 工作壓力, 賺錢壓力 怕沒錢 人都有壓力 人一生都有壓力 年輕有年輕的壓力, 老有老的壓力 根據今年三月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在一堂研究 當中訪問了1514名 18歲以上的香港市民 有關生活壓力事件 和生活滿意程度調查 其中54.4%人表示 曾經在過去一年 經歷一次或以上生活壓力事件 Selora, 你平時有沒有壓力? 有 有什麼壓力? 沒有 那怕不怕? 有壓力嗎? 讀書 我要求要不要一百分 他只要八十幾分而已 你會不會想自己一百分? 想…會 我到一百分就好 我又可以大張, 又可以去旅程 那如果有時候你讀書讀得很辛苦 那你會做什麼?去放鬆自己 打遊戲、做運動、跑步 當然不會打遊戲, 玩玩玩具 你知道什麼叫壓力嗎? 不知道, 我沒聽過 你不知道什麼叫壓力嗎? 對 謝謝 原來過半數的人都有壓力問題 不過為什麼我們會有壓力? 他們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對 鄭醫生, 想問一下 為什麼人會有壓力? 壓力是一個必須的東西 因為有壓力我們才能生存 當我們對自己的要求 或者外面對我們的要求 比我們能力的能力所能應付 我們出現身體上 或者精神上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那就是壓力 負面看的時候壓力呢? 會導致我們身體有什麼影響呢? 對身體精神有很多影響 可以由頭數都下腳 譬如很大壓力, 我們會頭痛 頭暈, 眼睛不舒服, 口乾 有很多水, 喉嚨好像有東西蓋著 頸、肩膀等全部都拋住 心位好像窄著 心跳得很快, 心跪 胸部會胃不舒服, 反胃、飽激 肚臂、肚臼、肚膀、小便頻密 會變得很熱 人會出汗、震 覺得很害怕、坐立不安 脾氣會比較默 這些都是一些症狀 睡不到睡覺也是很常見的情況 那麼生理上有影響 會不會因為壓力 令我們有一些精神病 你可以這麼說的 但多數的焦慮症、抑鬱症 或者其他精神病都很天生 壓力只是一個由因 人生總會面對很多事故 會面對壓力 又不合得這麼巧 有些人傾向會生病 壓力就有病了 有壓力也要解決 不過有什麼方法呢? 有什麼方法去舒緩自己的壓力? 逛街買東西、做運動、看電視 喝酒、打遊戲、逛街買東西 打遊戲、聽歌、玩童軍 聽歌之類 年輕人沒得舒緩 因為要賺錢養老婆、養兒女 沒得舒緩 壓力對都市人來說也很普遍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壓力? 處理壓力有時候人人都會認識 否則也不能夠生存到這麼多年紀 例如有人透過瑜伽、靜坐、灑太極都很好 有些人說我只要深呼吸都可以 都是要把它變成一個生活習慣才會有用 例如深呼吸 我們經常都建議 每天做三個深呼吸練習 每個深呼吸練習 最少要吸同呼三十下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的時候 你慢慢變成一個習慣 你身體就會自動化 當你有壓力、覺得緊張 你就自動把呼吸減慢 然後你就能放鬆 通常我們都建議 每隔一天做一個小時 中等強度的大洋運動 可以放鬆自己 可以跑步、急步行、游泳、踏單車 打球、舉重,甚麼都可以 總之你做了一個小時 有些汗出下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有壓力 就是我們對自己的要求太高 讀學校要讀最好的學校 考試一定要考第一 買樓要買最貴的 家務就不行了,做不到人 尤其是一些追求完美的人 更加要很自覺 就是提醒自己 其實我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好 所以我不需要再逼自己這麼厲害 除了醫生說的方法之外 我聽說吃朱古力可以令人開心一點 開心一點就少一點壓力 不過有根據嗎 Queenie,你好 我想問很多人說吃朱古力 令人開心一點可以減壓 是否真的 朱古力在製作的過程中 都加了很多精製糖 精製糖很容易被身體吸收 令我們的血糖會升得很快 幫助大腦分泌血清素 從而提供短暫的愉悅感 其實只會令我們有短暫的開心 所以有時血糖下降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更累 反而會出現反效果的情況 有甚麼食物可以令我們減壓壓 其實我們可以在天然的食物裡 吸收營養素去幫助 例如藍莓 藍莓含有很豐富的維他命C 維他命C是一種抗氧化物 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中和 因為壓力而產生的自由基 另外,維他命C 其實也可以製造腎上腺素 抗壓激素很重要的元素 可以幫助我們減壓 然後橙也有同樣的效果 維他命C, 對 譬如橙或奇異果 這些維他命C豐富的水果 另外還有一種水果就是香蕉 香蕉會有豐富的適安酸 和維他命B6 這兩種營養素 可以幫助大腦分泌血清素 另外也有礦物質, 叫美質 美質可以幫助肌肉舒緩 沒有那麼緊張之餘 另外也可以幫助我們 平衡皮質上的水平 幫助我們減壓 牛奶含有很豐富的鈣質 可以幫助我們舒緩肌肉 令我們沒有那麼緊張 另外牛奶也有色胺酸和樂胺酸 樂胺酸幫助我們身體製造腎上腺素 以及多巴胺的重要元素 幫助我們心情舒暢 雞肉含有優質的蛋白質 優質的蛋白質當中 其實有一種叫色胺酸 色胺酸其實可以幫助大腦 分泌血清素 血清素是一種神經底質 俗稱是一種快樂營養素 快樂營養素可以幫助大腦管理的情緒 以及睡眠的質素都可以有幫助 另外還有一種肉類 就是三文魚和吞拿魚的深海魚 它們含有很豐富的奧米加三脂肪酸 可以幫助抑制皮質醇的水平 以及幫助大腦分泌血清素 最後就是這個燕麥片 它含有腺食纖維 腺食纖維給身體吸收 其實時間比精濟糖長 可以幫助大腦更穩定 分泌血清素 但是有沒有說這類型的食物 哪類人不適合吃? 其實這些天然的食物 基本上一般健康的人士 都是可以適管食用的 其實每個人減壓的方法都不同 最重要是找到自己最適合的減壓方法 不要給壓力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甚至是生活 如果真的有需要 記得要找專業人士去求助 好啊